中國河南省居民朱高峰 於2020年在社交媒體的朋友圈中 計畫組織紀念六四活動 並為此發表一些視頻及圖片 但卻因此於同年的6月3日晚上被公安抓捕 我正準備報警的時候 然後他們就伸手把那個車門打開了 打開的時候把我扯下來 然後就把我按在地上 好幾個人一起按著我 按著我然後就把手靠起來了 他被抓到派出所後 公安將他固定在鐵椅子上折磨了一整夜 然後他們就往我身上倒了一杯熱水 倒了一杯熱水之後 然後就一直開著空調對著我吹 雖然是6月份的天氣 但是那個空調一直對著人吹 身上又有水 然後就一直發抖 一直發抖 一直發抖 就一直發抖 然後在那個鐵椅子上面 固定了大概有10多個小時吧 他說 他要求上洗手間 被拖延5個小時才去 甚至被綁在床上20多個小時 且連續兩天被咽血 索性在看守所遇見了朋友 才躲過被消失這一節 送到看守所他們要求不記名 不拍照 不聯網 然後幾乎沒人知道我被關在那裡 我當時就納悶 我跟別人不一樣嗎 然後後面就聽見那個賈隊長 給看守所裡面的人說 這個人不一樣 這個人不一樣 跟別人不一樣 不要留下任何證據 然後到了看守所裡面 跟別人關在一塊的時候 然後他們看守所裡面有工作人員 都輪流著告訴跟我關在一起的人說 不要跟這個人說話 尤其是他妹妹抓捕 妹妹抓走的人 然後他們沒有留下任何的證據 所以讓一個人人間蒸發真的是太簡單了 前前後後 朱高峰被關押在看守所共30天 之後取保候審一年 並被要求隨叫隨到 當時他的女朋友也被限制出校門 朱高峰為了女朋友不受牽連 不敢結婚 直到準備出逃時 才匆匆舉辦婚禮 為了辦護照 他被迫江戶口從河南遷到四川 並於2023年1月27日從四川出發 通過走線 於3月15日來到自由的美國 新唐人電視臺記者楊陽 馬尚安 洛杉磯採訪報導